火箭緩緩升空 SpaceX在臺灣時間十七號凌晨兩點五十六分左右 發射Transporter 11航次獵鷹九號火箭 這架火箭運載了116個不同的衛星 其中包含兩個來自臺灣的立方衛星 分別是夜鷹和信天翁 他們都是新創追星計畫 掀起計畫的成果 夜鷹的主要任務是執行於地面固定 高速移動的終端設備通訊測試 信天翁則是將藉由分析海洋水色資訊 定位於場變化 除此之外 這次SpaceX Transporter 11航次獵鷹九號火箭上 還搭載了輝達的Jetson Oren NX晶片 這款晶片是著名的AI和邊緣預算GPU 而且採用由Cosmic Shielding Corporation 製造的奈米粒子注入聚合物 來保護輝達的AI晶片 這也是有史以來發射到 外太空運算速度最快的AI晶片 另外在美國16號收盤時 揮達股價上揚1.40% 收在124.58美元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